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辄得救 坏男人一副 哦 我就是这样 不知道你想怎样 的态度 反而让女生对他好奇 产生兴趣 哦 那我们请白马来帮我们解释一下这条 这条它其实有个标题啦 叫做大胆的自以为是 那但是这条呢 它讲的自以为是 比较不是那种 我们一般人讲的很讨人厌的那种自以为是 它讲的比较是在说 就是坏男人 他对于自己的想法很确定 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然后会坚持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那如果今天有人跟他说 这样做是不对的 尤其是那个妹子 如果这样跟他讲的话 他也都不会鸟 他就是有自己的style 对啊 然后正况你就说 这样子的自信会吸引女生 会引发女生的好奇 然后好奇是引发好感的第一步 对 那书里面他有举到 两个成功的企业家的例子 一个就是郭台铭 一个就是林百里 那他讲郭台铭是在举例说 像那种学历没有很高的人 没有很好的人 他们要创业 身边的人肯定很多都会跟他说 你不应该这样做啦 你这样子做的话 一定会死得很惨 可是他以郭台铭为例 郭台铭今天如果 听他身边的人这样讲 就放弃的话 那就不会有现在的他 就不会有现在的鸿海企业 那林百里则是香港来的华侨 然后说他创业的时候 假设身边的人说 你身为一个华侨 你在台湾你怎么可能立足 你应该要好好的 去当人家的员工 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嘛 可是林百里也不会听这种话 所以就坚持自己的 然后就成功的创业 成功的发展了他的广达店 那郑狂宇举这些例子就是在说 我们在跟女生相处的时候 假设妹子 他想要你 就是做一些符合 其他人期待的事情的时候 坏男人会视情况 觉得 就是这就不是我要的吗 你要我这样子做 我就不要啊 我就是要坚持做我自己的 对 那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国外的研究啊 就是 以前有调查过那种 创业很成功的人啊 他们就是到底是 缺乏自信的人比较多呢 还是 自信适中的人比较多 还是过度自信的人比较多 那 想问两位 你们觉得 我觉得要成功 应该还是要适中啦 那阿翰呢 我觉得 嗯 你不知道怎么讲 好啦我直接讲啦 这个调查是过度自信的人 占的比例最高 我讲的是创业成功 就是他们就是因为很坚持自己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会成功 但是我并没有说 他们人缘好不好 当然有些过度自信的人 他们 他们人缘会不好 那个什么 在这个社会上很常见 可是因为这个研究 他就是只是问说 创业成不成功 所以 当时很多人其实都吓到 居然是过度自信的人成功 那 正话以他其实在这一条里面 讲的就是 这票人 就是这一种态度啦 对啊 好 那我讲一下我对这条的看法 其实我 我以前看到这条的时候 我其实 就 看光看表体啦 我就觉得很爽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其实真的还蛮自以为是的 然后 但是因为国小的时候 就是因为 太自以为是的 有时候会瞧不起身边的人 所以 就因为这样被排挤 所以 所以就 养成 到国中搞中的时候 就是 会不敢展现自己的优势 然后会壮弱 这样子 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为了要配合 大众 然后就是 就是 不敢发挥自己的长处 这样 然后可能别人夸奖的时候 自己还要装前去 就说 哦没有啦 只是这样这样而已啦 然后当初看到这个表题的时候 就觉得很爽 干 我原来我前几年这样一直压抑自己 就是 自信是错的啊 原来我要 我要回到那个以前 小时候那个自以为是的态度 其实 后来看了内容才发现说 也不是这样啦 就是像刚刚讲的 郑桂宇讲的自以为是 比较是说 坏男人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有自己的目标跟热情 然后别人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时候 他会坚持走他自己的这条路 对啊 大概就这样子啦 其实我看一看 我粗浅的讲啦 因为其实他后期有几个信念 是跟这个信念蛮类似的 对啊 他的三四五条其实都很像 对 所以我对于这条 我刚看的 第一个感觉就是 其实他讲的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做自己啊 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自己不喜欢什么 然后不用太在乎别人在想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到后期我觉得这个放大啦 不只是对女生啦 应该说别人 就是不用太在乎别人 他们在想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太过去在乎他们 然后去迎合他们讨好别人的话 其实到最后没有人会喜欢你 因为你没办法迎合所有的人 然后还是会有人 就是 就觉得你这个人没什么想法 觉得你说 这个人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存在感 又好像没有那么存在感 因为你没有自我特 你没有自己的特质 所以其实别人不太会记住你 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这种人 所以就是蛮有感觉的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有我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是我同学 但是就这样而已 会止于这样 会变成这样的 其实到后来我觉得 就你不喜欢的 你就大声说出你不喜欢了 其实那是很爽快的 而且以前会怕说 怎么讲 欸女生说他喜欢这个 然后其实我不喜欢 我就不会去讲 因为我怕说我讲出来 跟他意见不合 然后这个女生以后就不会来理我 我以前有这种想法 可是后来才发觉 我说不喜欢他反而会 就是开始去追问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 那你不喜欢的点在哪里 他反而会有一种好奇心 然后或是他会想不透 为什么你不喜欢 然后其实这样变成说有一段讨论 他反而会觉得说你很有想法 对 对啊 所以其实 这边的重点我觉得就是 真的不用太在乎别人在讲 想什么啦 已经 当然这本书在讲好人跟坏男人啦 对啊 但是 其实大方向就是这样 懂得做自己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自己不喜欢什么 才是 那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啦 不然你只是一台 一台空白的机器人而已 你什么都不知道 对 对 这个让我想到 就跟我们讲红药丸 第一条铁则是 不谋而合的 对啊 你看嘛 框架就是一切嘛 我们前面讲的这些 其实就是在讲 红药丸框架就是一切的 这个道理 那 1.0时期 这框雨的东西 居然就已经讲到了 我们现在 在谈论的红药丸 所以其实还算蛮先进的 其实就是万法归一嘛 对啊 对啊 所以其实 刚刚阿翰在讲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你是我们问路人 忠实听众 忠实观众 其实应该早就听到烂了 但是 真理就是这样 他就是不断的重复啊 你就在很多地方都找到真理 他就是 其实他就是一样的东西 用不同的面向而已 嗯 好 那我现在讲一下 就是刚刚前面已经有说了 其实 郑框雨在这本书里面的 信念三信念四信念五都有点像 那白马也有介绍这一条的标题叫做 大胆的自以为是 那其实对于自以为是 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 但是 我们就是打算留到 有另外一个标题叫做 继续自以为是 这时候我在这个上面琢磨多一点 那我现在就是简单讲一下 其实郑框雨他就讲说 在这里面他就解释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自以为是的定义 他们听到自以为是就觉得很刺耳 说 啊这样不是很偏执狂吗 啊怎么可取呢 那其实前面白马就已经介绍到说 因为这个 郑框雨在这里解释自以为是是 放在妹子身上 所以我就教大家 回到这一条的标题信念的重点来看 他的 他是说啊 好人会过分在乎女生对自己的观感 怕动辄得救嘛 请注意是过分在乎女生对自己的观感 尤其是那种自己喜欢的女生 啊那种 其实如果有类似经验的人都懂啊 就是很怕女生说什么 自己喜欢的女生说什么 哎你这样很邋遢 你这样很脏 你做这样子我不喜欢 好人马上就会交往过 那我不要这样啊之类的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掉价了 那为什么坏男人 就一副我就这样不想怎样的态度 反而可以让女生对他好奇才能兴趣 其实就是因为坏男人他有个中心思想 他的信念是很强的 他是一个把目标放在自己身上的人 所以他不会随便被女生影响啊 对 所以我觉得郑框雨在这一条里面的第二行写得很好 是说好人过分在乎异性对他们的观感 往往以女人的意见作为评论自己的标准 这就是刚刚前面说的嘛 你看因为你很在乎女生的意见 所以你就会 你就没办法做自己 你一直被对方的意见所影响 但是呢 坏男人却坚守自己相信的价值观 并且以自己的标准来评论女人 那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 这其实就跟洪耀丸酒铁车第一条一样 你是要进入他的框架呢 还是让他进入你的框架 这条真的是没有什么疑问啊 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 但是好 阿亮特色 我们又来进入反思环节 最喜欢反思环节 好讨厌哦 对啊 哎 这个呢 刚刚前面白马有介绍到 郑光宇提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另外一个是广达电脑董事长林百里的故事 他讲这个故事很棒啊 也很完美的诠释了你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啊 可是我想提醒大家 注意一件事情 它叫做 幸存者偏差 什么叫幸存者偏差 就是 自以为是的人可能很多 成功的可能就那几个 那为什么剩下的那些 很自以为是可是失败的你没看到 废话因为他们都失败了啊 他们都死掉了啊 你看到的你只会看到这些幸存下来的人 成功下来的人 然后就以为说 只要照他们这样你就一定会成功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不一定 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名人伟人都出传记 然后大家有些人都很认真的去研读 然后想要复制他们的路数 但是没有办法成功 为什么 这就很有可能会中了 幸存者偏差 我不是说自以为是没有用啊 不是这样讲 我只是提醒大家 你可能在要很注意这件事情 到底是对你是有帮助的 还是没有帮助的 如果说你本来就是一个蛮自我中心的人 然后你用这个来合理化说 反正我就很自以为是 我这样很屌啊 郭太平他们也这样啊 那这个对你来说就没有帮助 这就是不好的 但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很唯唯诺诺 很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 然后都会去迎合别人的人 你开始因为这件事情 开始学习自以为是 开始对自己好一点 开始爱自己 开始有自己的主张 那这件事情对你就是好的 我要强调重点在这里 这东西对你好不好 就是它对你是有没有帮助的 你自己要判别清楚 而不是就是拿来当作一个免死金牌 给自己一个借口 那这样反而就不对了 那另外郑宽宇在书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蓝海的 叫什么蓝海策略 他说我们应该懂得 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 去另外开辟一个 没有竞争对手的蓝海 这个其实观念也很好 但同样存在一个误区 那个蓝海 没有竞争激烈 不一定是因为真的没有人发现 其实很多可能是因为 很多人都尝试要做这个 他就死掉了 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是做不起来 所以一堆人都死了 但是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 这个也是有道理啦 我举个例子嘛 前阵子很红 那个夹娃娃机 很多人就是跟风 哇靠夹娃机好红哦 去当场主 去当台主 结果就赔钱出场 例如假设现在 你现在听到这次Podcast现在 还有多少人在做娃娃机 你现在去做娃娃机来得及吗 你一定是赔到挫赛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看准 那个时机进场啦 但是我觉得这种 比较跟风的行为 我们还是比较不推崇啦 因为你这样跟风得了一时 你赚得了一时 那终究不是一个 稳当的收入来源 终究不是一个 我觉得小赚可以啦 你去玩可以 可是如果你把身家都投下去 那就 我觉得那是 就是因为你没有中心思想 所以你才会一直想 你单纯只是为了追逐名利 追逐那个钱 去做这种事情 那就不太好了 OK 好那再讲回来 把梅的这方面 我觉得啊 他其实在这一章 这一则里面啊 我觉得很想强调的观念就是说 你不要害怕你讲错话啦 你讲错话就没关系 因为 好人会很在意女生对他的评价嘛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讲错话 然后妹子会不会就对他因此评价变不好或怎样 然后反而就会去过度讨好女生 这样反而其实反而会造成掉价的 反而你就是应该要坚持中心思想嘛 这个前面讲好了 讲过了 但是 我觉得 以前我们在1.0时期看这条啊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学习音的 我们内在心态其实不够稳固 所以看这条的时候反而很常常会容易矫枉过正 对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常容易矫枉过正就会变成说 好女生就喜欢说我有主见嘛 她不喜欢我迎合她嘛 好那我要刻意去diss女生 明然也教我们要NAG女生嘛 就是故意要去呛女生 故意去闹女生 这个头发很丑耶 你穿着什么衣服啊 然后故意去呛女生啊 想说这样是我很有主见啊 我很帅啊 就反而 其实你在呛女生 你在故意这样diss女生 你背后的心态 你还是在索取价值啊 其实女生也知道啊 所以 当你这样 在 diss女生的时候 女生马上就回过来说 你也没有多少坑啊 你这个臭宅男凭什么讲我 或者是 其实女生只要给你的反应一步好 这个时候 好人就会慌了 诶 奇怪 我已经照书上说的啊 我已经 我很自以为是啊 我都去diss女生啊 她不是应该给我好反应吗 她怎么还是给我反应很烂啊 还是给我坏反应 这就是 我们1.0常常会进入的误区 她这个信念其实是很棒的 可是你把这个信念当遭用了 那所以就没有 我刚刚正要讲啊 就是郑宽宇这一本的前五条 其实都很inner 也蛮repeer的 但是 毕竟是出在1.0 所以 它里面其实也有讲到一些例子 我们都会把它当照用 就是你讲的这种状况 前面五条都是 就像他在这一条的最后一页写的啊 就如果女生在那边 对我刚刚正要讲这个 批评男人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就可以义正言辞的跟他说 没有这回事 不要一杆子打发硬传人 你应该不会这样说自己的父亲或兄弟吧 我相信应该当初很多读者直接把这就抄起来了 直接把这当遭用啊 我那个时候是那个啦 很期待女生她在跟我吃饭的时候把桌上的饮料打翻啊 因为她这一条的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在讲 如果你跟女生在吃饭的时候 她把桌上的果汁打翻的话 不要显得就是 你觉得是自己的错 因为好人都会觉得说 啊 是我哪里说错话了吗 怎么让你打翻果汁了 明明就是女生自己不小心打翻果汁 好人还要跟女生道歉 我觉得蛮可爱的 然后坏男人的话就会觉得 就是这有什么 就开个玩笑带过去就好啦 坏男人就会说 哇 你还真会搞笑啊 你是故意的吗 然后用一种很开玩笑的语气来戏虐 来那个女生 然后当时就觉得说 哇 太棒了 如果以后跟女生吃饭 女生把饮料倒掉的话 我就可以讲这句话 讲完这句话 好像套路可以用了 结果东西我才打翻 就真的把它当遭用啊 就会觉得太棒了 如果女生打翻了 我再讲这句话 我的魅力就会提升了 女生就会对我好感 所以其实 健康语前面这五条 其实都是很婴儿的啦 只是由于那个时候可能 我不确定是他 是大环境的问题 还是他书写上 让我没有办法那么理解 总之那时候大家 其实都把这些婴儿的东西当早 应该是时代的问题啦 因为大家又 就我之前讲的啊 把没学的东西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的观念就是在学招嘛 一招逆转啊 觉得说我只要学到这个东西 就可以逆转我 鲁蛇的命运 所以都会把那些东西抄来直接用 嗯哼 时代的问题啦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会挑这本书来讲 就是因为我们前阵子翻到这本书 反正其实这本书的观念 还蛮先进的 真的 只是那时候我们看不懂而已 就是把它当招用 所以我们就再拿出来讲 好啦那我再一次回顾一下这条 那这条呢 其实就像刚刚说的 就是你会矫枉过正嘛 因为你应的不够嘛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背后的态度 仍然是在索取价值的 而不是给予价值 像刚刚说的这个打翻水的例子 为什么坏男人可以这么的 临危不乱 因为他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啊 他就很稳啊 那前面就说了嘛 好男人很怕掉价 他很怕就是讲错什么话之类的 或者是做错什么事 就会掉价 那因为他一来他自我价值感不够 二来 可能因为常常这种好人啊 我们就是从小到大生产环境 就是常常去讨好老师 讨好家长之类的 那你也习惯去讨好女生了 但是我觉得要分开来 分开来看 其实有时候今天妹子反应不好 那不一定是你的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妹子就心情不好啊 他叫了金鱼可能死掉了 他可能今天早上上学的时候 踩到大便 所以不用太 不用太那个 去想说都是自己的问题啦 但是这样反过来说 还是会有问题 如果你太自以为是 因为你都觉得都是对方的问题 那其实还是会有问题 不过这个 我们就留到后面 继续自以为是的这个章节 再继续讲了 OK 好那今天就这样咯 太好了 大家下周见啦 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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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